上台就沒有了 那 這個 因為認識小康 然後進了認識 聲哥 還有五百老師整個樂團 也認識了這個 Dino 然後 我覺得他還蠻幽默的 因為我們搞笑的諧星 就是 對這個幽默這個 比較敏感 我記得有一次 像 Dino跟我說 哦 那個陳生 介紹台灣的水果給我吃 我一看是檳榔 然後他 我就跟他說 檳榔叫齒蘭 然後他 他就拿檳榔給我 他不知道我講那句話是 台語的 一點點諧音這樣 你聽得懂嗎 檳榔叫齒蘭 後來我跟他說 吃檳榔不好 對牙齒不好 我介紹另外一個 台灣的水果給他吃 叫做 甘蔗 甘蔗 他吃了兩年以後 有一天他看到我 他說 欸 康康 這個甘蔗非常好吃 很甜 只是 甘蔗渣不好吞 然後上次 小潘的結婚的時候 他跟這個夫人 就希望說我可以來參加他的婚禮 我說沒有問題 然後我今天就來參加了 那希望他們趕快跟我一樣 明年我們會生一個龍寶寶 好 因為我們看的婚禮 差不多多年了 好 老闆這個喜氣 賺給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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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來我把這個棒子就丟給了 黃霖玉璃 好 悅哥 謝謝 謝謝